看看新闻网 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 继2014年马年春晚霍后 阳年春晚成龙有望再度登开 而节目类型也已经敲定 那便是延续去年的武术表演 今年8月 儿子房祖名涉毒被捕至今 身为父亲的成龙 更多的是寄情于工作 之前是新片开拍 如今是再登春晚 档期排的是满满当当 如果成龙成功再登春晚 看来老爸的星途 也并未受到儿子涉毒的负面影响 除了成龙之外 歌舞类方面 台湾地区歌手肖敬腾 也有望加盟 至于去年缺席春晚的魔术师刘谦 目前也在接洽之中 但刘谦方面称 每次准备春晚节目 都需闭关6个月 所以目前是否真的亮相 还有点悬 至于老搭档董青 已经确定缺席今年的春晚 因此如若刘谦真的亮相 这托儿一角谁来担任 能否超越刘谦董青组合 还真是不好说 选卡片之前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你不是拖吧 我真的不是 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